第一代在座的时候 都1889年 从大陆广东省来到台湾 这边就一直传承下来 在日本时代的时候 是人寿制药所创建了仙桃牌 目前仙桃牌有70多年了 因为第五代了 这个也是要传承下去 但压力非常大 因为传承第一个 过去我们做药品 所以我们就在思考 除了做药 怎么样日常保养 不用吃药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 最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从药食同源 融入生活 所以我们希望 能传承六代的主训 做药厂也做了130年了 过去的药 非常好 像保血瓶丸 通乳丸 药还是治疗为主 但是怎么样 就是说 能做这个食品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们就研发了这个饮品 饮品是中医的古法去做 我们都做无添加 饮品不好做 需要用高压去封装 还有制成 所以说需要经过像SGS三次的认证 工厂也需要有ISO等等的国际认证 才能把它做出一个好的产品 我们的研发人员都需要具备中医师 而且需要行医15年到20年 看诊的经验才能来做研发 比如说像这个过敏 呼吸道 所以我们希望能开发这一类的产品 所以就开发了绿沸青 女孩子没有从根本去解决问题 慢慢的也会有这个复刻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像销流营 一古以来就是女性的身体问题 一直都是历代一家很重视的 那不管是月经的问题 或者是妇科的一些状况 它其实都会对女性的一些健康造成影响 会产生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那我们的精神呢 就是珍贵药材强调不减 繁琐炮制坚持不省 我们仙桃牌呢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遵照中医这种君臣佛史 来做配舞的原则 那我们选的草药 基本上都是天然的中草药 采用古法的这种炮制 然后没有色素 或是一些化学的合成物 我们去提供一个药食同源的汉方饮品 把药材先熬制成浓缩精华饮 然后会加入一些水果 这样子的话酸甜的口味 大家比较能接受 我们的包装也是采用 极开极拟的这种包装 大家在膝带上是非常方便 而且这个可以让这种养生 可以变得更简单 中医在女性妇科保养上 强调整体调整 讲究气血流通 来维护女性生殖系统的健康 特别是寒性和气虚体质的女性 应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保暖 规律作息 以及保持情绪舒畅 这些都是妇科保养 和预防妇科问题的重要方面 进一步体现中医治胃病的理念 我们有百年的药品 会把过去很好的产品 再发扬光大 再重新上市 更好的包装 更好的提升这个研发 能帮助更大的消费群众 未来的发展 我们希望能开实体店 还有我们希望能做一些 免费的中医健康讲座 或是免费的一些咨询 专注汉方130年的研发 过去我们的药品 有行销到日本 泰国 新加坡 香港 我们这个是老牌子 我们也是坚持130年 对于六代的祖训的坚持 仙桃牌 宗旨就是祭祀救了 使命就是我们希望 透过仙桃牌 希望能建构一个桃花园的世界 在桃花园里面 大家都很快乐 平安 健康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只有你 瓣 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好的核心价值 词